今天的一个盘面受到了美国股市震荡拉回兼亚洲股市 气氛也不好的影响 台北股市目前跌了百点之多 到底他们就会拉回首万五 等一下要值得来做观察 不过今天抗跌指标 我们一把抓帮大家先来做整理 车用题材还是很多的亮点 蓬城间涨了半根停板 开半根顶美其马 今天热度在烧 平安列因为红海在下午要开发售会了 今天有一些卡位资金先行坐进场 PCB的药华金像电 今天股价表现也强 郁金光今天也回谈咯 元宇宙的热度持续嘎空 微省位速渐打红达电 还有金融股 金融类股指数拉出了日日K连四红 卸扮演了蛮关键的一个撑盘角色 那我要请教这个老师的是 进一步盘面当中 到底是不是靠金融在撑盘 这些抗跌的族群 还有机会续追吗 哪些会是近期盘面当中 依旧吸引资金人气的焦点方向呢 问你请要到专家是分析师许峰璐了 峰璐好 听见各位情供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峰璐我们先帮大家看一下 因为其实今天盘面当中 好像金融股挺身而出 立抗半导体族群的立空 可是我们刚从抗跌族群里面也看到了 包含了车用 元宇宙 平安列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题材 人气股持续点火 你会怎么看这个现象 大环境的一个压牌 还是有一些资金避风港吗 整个资金其实我认为在现在 还是在做一个比较快速的轮动 不管是网通 他也在进行比较快速的轮动 工业电脑 包括像车电 那我想其实在今天里面 市场上比较左远的一个 还是在 鸿海准备要发说 因为鸿海才在这里面 他要扩大整个美国的布局 包括说他跟美国知名的 农用自驾电动义饮机公司 来去签署代工协议 那他即将要在 二十二洲生产 下世代的电动农机机具 再来就是电磁模组 最近看到对岸的一个 中国大陆 这个相关离矿的一个部分 不断在进行含涨价 那在马斯克他也在说 特斯拉马斯克也说 离矿未来会很缺 所以离会涨价 所以相关的一个电磁 电磁跟电动车的题材 最近也在进行往上涨 那我会认为说 今天大家再看一下 虽然现在这段 指数跌100点 但有一个族群非常强 是有除能概念的 你看昨天是太阳能在抢 那今天其实是谁在抢 1513的中心电 它是不是一个除能 跟能源的概念 1319 1519的一个华城 现在在拉动 它也是所谓的除能 相当的概念 那今天哈宇党个股 是代号2308的台达电 哇这个全值概念 个股在今天指数下跌过程里面 反而继续创高 这个也是除能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会认为说 昨天我现在在看整个行情 因为网上还要公布 美国的CPI 所以市场很担忧说 公布出来 如果很不够理想的话 那9月的升息 可能不是升3 甚至有人喊到升4 但是我昨天跟大家报告过 我认为 由于我在去评估 整体美国的一个油价的一个下跌 再加上说天然气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认为美国的一个整体的CPI 应该会优于市场预期 再加上近期的一个货运的一个价格 也没有再往上升 这也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养分 让它的通膨有需位 低于市场预期的8.7 因为现在普遍预期8.7 我在这边 如果用顿售物价的去调 去预测的话 大约会是在8.5到8.6之间 所以我认为 这个会优于市场预期 反而投资朋友 在今天你看到 开始在转强的相关的族群 应该是接下来要准备接棒的 好 那我想在其中里面 又能够具备有储物能题材 又有车店相关概念的个股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 如果你看到1519的这个华城 这个已经开始喷出的话 那你再去看到1513的中心店 这是创新高的 那我会跟大家报告 你去找位阶相对比较低 还在际线下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报告 你提前去卡位布局 相对位阶低的 你比较容易赚到钱 而且相对比较安全 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 这样个股市代号 4931的新胜利 那我想 它的一个股价位阶 还有就是它的题材 值得投资朋友在这边 去做留意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这个股票的价位 现在是在际线下 但它际线其实是走平 准备随时向上 它已经在7月跟8月 打了一个底部 我所以 大家如果有印象 我之前跟大家报告 6129的补成 就是在际线下 那它这一波段 从我们跟大家讲 7月14号的不到30元 公道 昨天创新高39.7 现在还在接近 39块的附近整理 但是我认为 位阶更低的 4931的一个新胜利 可以先去做注意 再来 它主要的一个产品内容 是所谓的锂电池 我刚刚跟大家报告 现在对岸的锂矿 听说要开始大涨价 那整国际的知名矿商 也说未来780 因为电动车的需求 锂矿的一个 这个缺货 会大大的一个增加 那我们再看到 现阶段的一个 全球都在推动电动车 我想这个锂的部分 应该可以去做注意 那它主要的产品 就是所谓的锂电池模组 这个占它的一个 整理的这个产品 比重有99% 而且它主要的一个 锂电池模组 有包括像动力工具 竹能系统 还有就是轻型的电动交通工具 所以我会认为说 它既然走在风口上 那股价这一波又打了一个 将近一个月的一个底部 再加上说 我看到它这个营收 以今年来看的话 它第一季0.6 第二季还没有公布 但第二季跟第一季 约略相接近 但是它7月营收公布是 月增11.94% 年增110.32% 直接又跳回到2亿以上 所以第三季看起来 应该都有机会 再加上说 大家在想 现在整体市场上 除了所谓的车电之外 就是所谓资料中心 制服器 那它去年有接到 食物系的相关的一个订单 但是因为缺料 所以订单是递延到今年 所以今年又有 食物系资料中心的一个 储能的相关的订单 所以我会认为 题材众多 奖格相对便宜 整体的一个市场资金 正在往相关储能题材 在走的话 它应该可以在这边 做一些的留意 好 那风鲁 我赶快追问一下 因为目前的建达尾盘 又出亮 因为今天的整体 宏达电 好像带动起了 元宇宙的嘎空气势 再来哦 资金是在反复 进出元宇宙吗 量大人气不坠的话 是不是价差好操作啊 没有错 其实在元宇宙的部分 挺确应该记得 前几天在指数 这个增长过程里面 我们跟大家报告 假设你有空 在相关元宇宙概念的话 我认为应该利用 它拉回的时候 去做回补 因为它的一个操作 现阶段 主要是所谓的 主力大户 在嘎空一般的散户 容卷非常高 所以你看 股本更小的建达 直接被嘎到 现在快要涨停半 它又快要创新高了 但容卷还是高 那为什么拉它比较容易 因为它的股本相对小 毕竟它不像2498这么大 但是你看 宏达电前几天有利空 这个新手机发表 好像不如市场运气 但当天的低点 这边基本上都没有被跌破 当天出了量 现阶段又已经快要站回到月线之上 那请大家注意 它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它又切入到虚拟的一个影音的一个电影的一个投资 所以其实这个未来的题材会非常多 最重要的是筹码战是现在市场上的关键 我们来看 现在大阪是不是没有成交量 但是量最大居然在元宇宙 量大就好容易怎么样 容易去做上下其手 它就有机会 市场之一在这里 自然而然嘎空力道会很强 那我会说 虽然大家都会在讲说 这个股票大家也不愿意买 因为它没有获利 大家买的也不安心 但本来股票市场 它就是所谓的一个筹码战 既然资金往这边集中 股票被买光 自然而然就会涨 所以我会建议投资朋友 你如果不喜欢元宇宙的题材 你也不要去放空它 因为资金在这里 往上走的力道就会强 那你如果比较喜欢布局相关的个股的话 我认为车用相关的主群 依然是可以持续做看 毕竟下午的鸿海法术里面 我认为电动车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材